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第二节课的内容我们就开始了 昨天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预览 关于宇宙时空之旅 我们把整个纪录片做个预览 那我们今天呢 开始细细的去学习一个品位 这个纪录片中的内容啊 那关于学习的方法和这个方式呢 我刚才已经在群里跟大家发了一下啊 对于学生来说呢 我们每天要保证的就是啊 线上的小伙伴至少保证两个小时的英语浸泡时间啊 这个线下的呢 我们小伙伴要保证四个小时啊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家呢 也能到线下来的小伙伴到线下来啊 因为线上的学习啊 不论是全球各地啊 都没有特别好的啊 经过全球的这个统计 在疫情期间啊 因为全世界都在线上嘛 都在上网课啊 尤其是美国这个网课上的也挺多的 那这一这一这几年下来啊 这几年的学生的整体成绩啊 都比啊历史上的同期的学生有所下降 证明这个网课确实效果不好啊 尤其是这个四年大学如果都是上的网课的话啊 那一定会受影响的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啊 没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说大家注意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 有些小伙伴反映这个英语的这个纪录片啊 他不太感兴趣 尤其是一些女生啊 啊 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 可能对宇宙啊 时空啊 啊 银河系啊 没有任何的概念 我觉得这里面呢 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分两条主线啊 一个主线呢 就是学英语 学英语这个主线不限于任何的内容 就是纪录片啊 是可以拿来当学英语的啊 好处就是可以连学英语啊 带做课程啊 做练习啊 一起做了啊 那如果是学习这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意识的话啊 我们就是以这个纪录片为主 就是我们的这个宇宙时空之旅啊 为主 所以这是两条线啊 如果想达到英语提升的水平 要找一些孩子爱看的东西啊 比如说漫画啊 动画啊 漫威啊 或者是电视剧啊 美剧啊 我在这个学生群里给学生已经推荐了一些啊 从经典的这些 到最新的这些啊 如果经典的孩子都看过了 吸引不了他的兴趣 那我们就从最新的这个一些动画和纪录片啊 看起啊 如果大家没有资源的话啊 我可以去给大家来分享 如果有的话啊 大家自己就从网上找一些就可以了啊 那我这边呢有大量的这个资源 如果需要的话 我一会把这个资源 网环资源分享给大家 对 那我建议呢 不要看太多 就是今天看这个 明天看那个啊 我建议呢 就让孩子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这个纪录片和 不是纪录片 动画片或者美剧啊 他就看下去 比如说我比较推荐的这个 就是这个怪物奇谈那个啊 这Strange Sins啊 那个是在美国当年特别火的一个纪录片啊 就讲的这些啊 从小孩子的角度啊 讲了很多小孩子的一些奇异的事情啊 这个诡异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国外的这种聊斋啊 这个声音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没问大家 那个小慧 你们在那边听着声音怎么样 对 有点卡 还有点卡是吧 这个网络这个Zoom可能是 现在呢 对的 就是声音可以 然后但是有点卡 就是有的时候会卡 现在OK 现在OK啊 那他这个 看一下这个网络 设置啊 行吧 如果我们先这样 我们就先上涨 因为 我们重点就是 大家学生自己动手做 而不是听我们讲啊 对 我们尽快的就是啊 就是 让把时间交给学生啊 我们不要形成那种 就是老师讲学生听的这种 传统的教学习惯啊 我们希望是学生和老师一起啊 去探索和创造 好了 关于这个内容 我就不展开讲了 我都发到群里了 家长和学生群 对 好的 那我 能听到吗 对 听到 对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 麦考师他挑选了这个宇宙纪录片 有一些小伙伴反映说 比较难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 觉得困难就是在走上坡路嘛 我在群里也说了 很多时候 就是以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天天去 玩游戏或者是刷短视频 然后我们的承受能力 只能看一些 就是比较简单 爆米花式的一些内容 但是 这个纪录片就有点像一本书 需要沉下心来去品味 所以需要 就是 需要去 沉下心来去看 就是不要觉得说前面难 然后就 就是阻止自己去看嘛 然后 然后因为我 最近我有个同学 然后他去新加坡留学 他之前也是特别爱玩 聚爱玩的一个人 然后他去那边就不得不接受 全英文的教学 而且学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学的是编程 你知道 就是双倍的难度 然后他本来就是那种 挺爱玩的 然后他现在 跟我 昨天前天跟我聊天 就是用AI写作业 然后用AI去 补助他的编程 我们聊的都是那些 全都是英文的 对 所以 他刚才也是一个 就是并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嘛 那现在麦考师很好 给我们建立了这样的环境 提供了这么好的资料 就是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建立 但是我希望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 好好地看一下纪录片 会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 然后就不要绕弯路 说选一个简单的 那这样就一直都进不不了 嗯 就想分享一下 就最近也是正好 跟那个同学聊上了 嗯 好 谢谢兔子老师的分享 对 呃 就是 呃 这个 怎么说呀 这个纪录片 我们是精挑细选的 因为把它作为整个学期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啊 它不是说我们 看这个纪录片 不是 它就是我们的教材 它就是我们的课本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你学还是不学 都是你的课本啊 就是我们 未来教育 就是大家 未来这 我们是这个纪录片 一共是两季啊 第一季和第二季啊 我们在 呃 至少这第一年的这个时间里头啊 大家都要去学习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科学课本啊 就像你把它当成你的 呃 物理数学 化学生物 这样的一个综合科学的一个 以这个为主线啊 它里面会串 会引导到各种啊 关于生命科学 DNA 基因 呃 宇宙意识包括化学物理生物 量子力学等等 会串到各种职上 都会从这一个纪录片 这是主线啊 岔开去 这个纪录片 它的这个啊 格局和它的内在的这个内容 非常的高远啊 等大家都看了就知道了啊 因为现在只是刚开始 你看到第一集的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 它的格局已经是带有很大的宇宙观在里面了 它在后面呢 到了第二集里头呢 完全就是一个 呃 探索未知世界啊 这第一集只是探索我们已知的世界啊 第二季啊 就开始探索未知的世界啊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足以啊 让我们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啊 从内到外的全面的提升 好了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小灰老师呢 也会带着大家督促大家 平常督促大家来学习这个英语啊 大家先不要急着去啊 跟英语老师练口语 口语可以练没问题啊 当然你觉得好的时候啊 但是早期的时候多听为主啊 就像当听歌一样 你把英语就当听歌 你不要想着我去听懂它啊 呃 有很多人我们以前听歌 听粤语歌 我们也听不懂 对不对 我们还是愿意听啊 一个道理啊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啊 欢迎老三来了啊 对 当你有听歌的想法 以听歌的方式学英语的时候啊 英语就变得特别的简单 也容易啊 你不用想着去学会它 你听上半年自动就会了 就这么简单啊 大家只要相信我 往下听就行了啊 就写作业的时候啊 没事啊 等公交啊 或者是走出出门啊 或者是干嘛啊 任何时间 你都带着耳机啊 你就像咱们这个纪录片的第一集啊 你就看 如果你学英语这个角度啊 如果你啊 想只是练英语 你可以学一些简单的啊 看一些其他的动法 如果学课本啊 这是我们的课本 大家这个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啊 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 那你基本上未来教育 你后面就学不了啥了啊 因为你你整个课本你都放弃了 你后面怎么学呢 大家记住啊 那好了 我们今天就学我们的第一部分啊 就是第一章的 第一集的第一个章节啊 第一个章节呢 是在整个纪录片的 大概是到15分半的阶段啊 对我们就是要学到第15分半的这个过程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小伙伴呢 就是啊 重点的就只听这个前面15分钟啊 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前15分钟只讲了一个主题 就是宇宙到底有多大 啊 让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宇宙到底有多大 因为人类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制 就人类对大于他自身的呃身体的尺寸的一定的比例的时候啊 人类对这个大小就没有概念了 换句话说 人类对他比如说几米啊 几厘米啊 十几厘米啊 哎 他都有概念啊 甚至几十米啊 他都有概念 对 大到几公里 几十公里啊 甚至几百公里啊 人就一点概念都没有啊 他就不知道那东西有多大啊 他只能从数字上来体会 他从感官上没法理解 这是我们人类感知的一个局限 没有办法啊 而这个纪录片呢 就正好啊 从地球这个角度开始出发 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啊 看看宇宙的尺度到底有多大 这里面呢 其实给我们小伙伴一个啊 一个重要的思考 就是无限的和没有边界的这之间的区别 啊 这也是啊 一个很核心的思想 没有边界的啊 就是这个在纪录片里反复提到的这个词啊 unboundary 这个boundary就是这个边界的 没有边界的和无限的啊 无限的啊 unlimited的或者infinite 这些无限的这个词啊 他们中间是有区别的啊 换句话说 它的区别主要填在哪里 就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地球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知道它不是无限大的 这地球是有限的 对不对 它就这么大 就这么宽 我们知道现在坐飞机 如果你不停的飞啊 你绕地球飞一圈就回到原点了 就知道这个地球是有限的 但是地球是个没有边界的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地球是没有边的 有限但无边啊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得脑子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概念 举例子说 我们反过来举例子 我们的大脑脑袋是不是有限的 我们的大脑的容量 我们这个脑袋的体积是不是有限的 对吧 里面的脑细胞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它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但是大脑里面的思想却是无限的 啊 大家记住 你的脑容积有限 但是你的脑子里面的思想是无限 我们的地球大小是有限 但是地球却给你的感觉是无边无际 没有限度啊 好像你永远都到不了它的尽头 人类直到四百年前的时候 还认为地球啊 太大了 知道地球是圆的 地球就是球的 但是人类一直没有探索出来 啊 从最开始啊 一直在探索 后来到了 啊 这个哥伦布啊 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啊 人类才发现了最后一块大陆 啊 才发现 哦 原来在这个太阳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中间 还要这么一块陆地啊 所以说 那也就最近四百年的事情啊 所以说在人类对 呃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这个概念啊 我再次强调一遍 就是无边界的 和有限的啊 和无边界的 不等于它是无限的啊 这个宇宙 也是这么一个特点 嗯 大家要这种概念啊 宇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无边无际啊 大到无法想象 但并不意味着 它是一个无限的 虽然我们称之为无限 但是这种无限啊 更多的是意识上的无限 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 我们后来啊 在我们更高的年级 比如说第四 我们学了未来教育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我们会带着大家学习更高的这些智慧和东西啊 比如说 呃 量子力学啊 或者的 当时候你会发现时空啊 时间和空间啊 它也是另外一种伪装的一些东西啊 好了 我们今天啊 要学的第一部分 就掌握一个尺度的概念 尺度啊 这个词 这个关键也是我们核心的一个思想 我们的尺度决定了我们的认知 也决定了我们的高度啊 比如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出过他的村子啊 他就在这个小村子里生活 那他的这个格局就仅限于一个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的大小就是他最大的尺度 这个能理解吗 如果这个人后来去了县城了啊 哎 他的尺度就变大了 他就会变成县城 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尺度了 后来他去了省城了啊 后来他去了首都了 后来他出国了 他在不断拓展他认知的从空间上的尺度啊 这种空间上的尺度的扩展 会对他的认知有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说一个人格局够不够啊 说一个人格局够不高 其中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思想以外啊 他在地理位置上的格局啊 就是很关键的 所以大家记住啊 尺度这个概念 这个尺度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 就代表着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单位来衡量这个啊 一个一个衡量吧 来度量啊 这个以什么样的单位来度量 那这个就叫做尺度啊 比如说当我们衡量宇宙大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单位叫光年啊 光年就是光在一年中走的距离啊 光走一年能走多远啊 这个大家看纪录片里头可以去看到啊 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 那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少啊 我们要去探索一下啊 对光走一年 那光一秒钟走多少啊 光一秒钟是30万公里啊 29.96多少多少啊 带小数点啊 我们四舍五入啊 就简称为每秒30万公里 这是一个光速的概念 对 那光是这个世界上跑的最快的这样的东西了 没有比光更快的速度了 那光在世界上走的最快的 他一年能走多少 把这个作为一个距离啊 单位来衡量宇宙的大小啊 以光年 光年虽然带了个年 但它不是个时间单位 它是一个长度单位啊 它是个距离单位 所以这就是一个尺度的概念啊 尺度啊 光年啊 光年 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这几个关键词 看起来啊 这个纪录片只是啊 一笔带过 但是它对我们的深刻的影响啊 是非常巨大的 你自己的尺度 刚才断了是吧 对 来看一下啊 现在能听到吗 那声音 能听到声音吗 刚才网络突然断了一下 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尺度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所有的小伙伴 我们就要做的一个这个练习啊 我们的项目就是啊 对 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这个年级啊 小学初中高中 它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我建议大家从小学的项目开始做起啊 不论你的年级是初中还是高中 你先把小学的项目做了 然后如果你是初中生 你就接着做初中的项目 如果你是高中生 你就做高中的项目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我们的很多的学生来说 我们以前很少做项目啊 我们没有做过项目 我们对项目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那我们今天啊 从这个开始做的第一个项目啊 我建议大家从一个简单的开始啊 不要上来就搞很难的啊 这种项目的挫败感 会让你对它敬而远迟 我们先要完成第一个项目啊 所以说大家 从小学生的这个项目开始啊 小学生的项目就是 做一个银河系的一个示意图 不是银河系啊 太阳系的示意图啊 这里面啊 你用一个模型的方式来展示 太阳系啊 到底有多大 各个行星之间的距离和关系 这里面大家尽量要做的准确啊 不是随便拿个图拿张纸一画啊 那你那叫啥 那不叫那不叫模型啊 那不叫比例 我们一定要有个尺度的概念 记住就是哎 比如说水星离太阳有多远 火星有多远 地球有多远啊 木星 冥王星 哎 他们分别有多远 这些距离一定是等比例的啊 而不是说乱画的啊 随便画的 这不行的啊 所以说你要是能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啊 作为你的第一个项目 我觉得就非常的啊 好啊 大家可以开始做 有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动手的能力啊 而不在于说动手做完还是没做完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动手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学的第一个啊 这个啊 部分和第一个这个内容 然后关于这部分里面的大家啊 15分钟内容 我建议大家多看几遍啊 仔细领悟之后 然后再去做 做的时候啊 如果不会了 或者哪个知识不懂了 你再回来再看这个纪录片 啊 如果你不知道太阳系之间的尺寸啊 那就问我们的AI老师 记者啊 我们的AI老师 时刻在你旁边来帮助你来使用 啊 你可以问他啊 他们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你问他地球距啊 太阳的距离是多少啊 你可以问他火星距太阳的距离 这样你一画就画出来了啊 对到底是每个人怎么表现和怎么展现的啊 对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我们这个明天晚上大家给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的项目的完成的情况啊 每个同学看让我看看你的这个太阳系啊 做的怎么样了 嗯 如果已经做完的线下的啊 很多小伙伴已经做完了 像昨天这个老大已经开始找手去做了啊 老大动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个行动力也很强啊 就开始做了 嗯 对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儿啊 我刚才说的那些思想和那些点呢 我们以后还会反复强调啊 大家都不要啊 太在意啊 好了 那下面的时间呢 大家就把这个前15分钟的纪录片啊 打开你的这个双语字幕 认真的看一遍啊 认真的去看 你不要去在意这些英文单词 你能听懂多少 这些都不做了啊 能听懂几个就是几个 能蹦出来哪几个就是哪几个 蹦不出来 或者这个词完全听不懂 不用管它啊 不用管它 你就像听唱歌一样的听它就行了 啊 底下还有中文字幕啊 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 你可以调整播放的速度 或者按暂停键啊 直到你理解了这句话 直到你理解它里面讲的东西啊 这是我们今天只学习15分钟的内容 希望大家把里面的这些知识点都学会啊 它里面说到了15分钟的内容啊 里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啊 对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去啊 认真的把这15分钟学会啊 然后呢 关于英语学习部分 那我们就交给小货老师来负责啊 那下面是这个呃 我看其他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像小货啊 缘起啊 兔子啊 你们有什么要分享的 跟学生 对 啊 那个 我是 你先收拾那个 好 就是 啊 就 啊 能听见吗 能听到 能听到 那我先把我的视频先关了 我先把视频 没没 没关系 啊 就是 就是那个 啊 就是这个背景很可爱 就是啊 就是嗯 我主要的 我我现在主要在做那个优异相关 虚幻5相关的内容 因为啊 后面我们的元宇宙搭建需要虚幻5嘛 然后今天老师也在群里说啊 后面可能有相关的课程 然后主要就是说啊 昨天大家在使用那个咱们的数字老师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昨天小慧老师也跟我聊了 啊 我就把那个 就是我们的对话记录发在群里了 所以啊 大家如果使用的时候有问题 可以看一下群里我发的那个对话 对啊 还有我突然想到了就是 昨天小慧老师说怎么给他把声音放大缩小 啊 目前他 就是你可以按着电脑上的那个 那个声音放大键 缩小键来去缩小 是电脑自带的 比如说电脑上有一个FN FN然后再加上那个啊 上面我们那排的F相关的那个音量增大键 就可以增大音量缩小音量 哦 昨天昨天找到了 对对对 因为小慧老师使用嘛 然后跟我啊 反馈了一些问题啊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吧 好的谢谢谢谢兔子老师 刚才小慧要分享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我刚才要分享 我刚才要分享的是 我今天就是 把小学初中 还有高中的PBL的项目 大概看了一下 然后也跟AI交流了一下 然后我看 就是第一 我的确觉得 就是像老师说的 小伙伴们一定尽量来线下 然后线下第一就是 你看咱们本身 公司就可以给大家提供 去再动这种优异舞 然后以及 今天我看他那个 因为老大今天 之前老师没有说 之前他想选择的是 初中的那个版本 那其实初中的那个 他是要做一个 就是虚拟的 在电脑里面可以呈现的 对旅行路线 就相当于你在里面 就有点 我的那个感受 就有点像 我们像昨天的那个 数字老师一样 就是你到了那里面以后 然后可能你想想 他他我还专门跟AI交流了一些 他就会说 比如说你要不要 你进入太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周围是有没有声音 或者说是那种声音 是什么样的 能让这个人 去真正的反觉 他的确是在太空里面遨游 对吧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 我们去琢磨去想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跟AI交流的时候 我的确觉得 就是我们的那个数字人老师 给了我们 就是给了我很多的 那个建议 就会让我 就是很开心吧 就是还有一点 我的确觉得 你看那个才是初中的 就是初中的 已经要求你去做PBL 是做成一个 有点像 大型游戏的那种 那种页面的那种感觉 因为刚才 在上课之前 我刚好跟老大交流 以及我跟AI今天 交流的一些心路 比如说他现在 是不是想让我们去 做一个所谓的 应该是太阳系模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太阳系的模型 那太阳系模型 首先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太阳系 太阳系是有哪几个 这个行星 还是什么组成的 对吧 好像是八大 对不对 好 首先有八个吧 那么做 肯定是手工 你手要住 包括刚才老大爷 在问我说 做小学的这个 我是否可以 在电脑里面 做一个模型 其实我更建议的是 小学版本 就相当于小学 是这种必修 对不对 那比如说老三 你现在可能小生初 你想做初中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初中 包括老四 燕杰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做初中 是类似这样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小学是必选 然后如果你有 其余的这样的经历 你可以再选初中版 或者高中版 然后继续收回 我们的这个小学版 比如说我想到的 包括我看那个聊天区 我们元启老师 可能带着他们家 远远也在尝试着做 这个就特别好 就是如果大家 的确不能来到线下 那么家长的参与度 一定要高 就是我们就像玩一样 就包括今天 我跟老大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玩 其实做项目就是 你把这个东西 去跟AI交流了 然后你尝试去做 还有我觉得老师 刚才说的一点 也特别好的是什么 就是不一定 我们 一定要去把那个东西 做得有多完美 或者是甚至是做成 是我去做了 我去做了这个过程 比如说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刚才 我们的那太阳模型 那我跟AI交流 我的一个思路是什么 第一个我可以做一个 就是比如说平面的 对不对 那平面首先 我是不是有发大的 这个所谓的行星 对不对 好 那所谓的它每一个 这个球 它的大小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是不是要准备球 第二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什么 像我们的地球 可能是蓝色 对不对 还有别的可能是黄色 颜色不一样 你是不是要买一些 就是所谓的颜料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轨道也不一样 然后它离太阳的 这个星球的距离 也不一样 对吧 那你也可以去看 然后还有做平面的 可能就相当于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一个 这样的纸壳子上面 对吧 然后呢 你可能有它自己的 行动轨迹 你是不是可以给它 挖一个什么轨道 然后让那个球 沿着那个轨道去运行 然后这个运行的轨道 包括说 这个先后的顺序 对不对 到底应该先放 因为这个太阳 一定是在中间的 对吗 那别的是围着它转 对不对 那具体 先后顺序一定 就是它的所谓的直径 对吧 直径越大 是不是离太阳 就越远 那有可能从平面的角度 来说 它可能就更远 就类似这种感觉 对吧 然后轨道你也做成了 其实我目前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感受到 就是有一个平面的 铺在你的面前 对吧 就相当于你最前方 可能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太阳 对不对 然后后面可能就按顺序来 然后包括每个轨道不一样 就类似一种感觉 这是平面的 对不对 当然我现在所跟大家交流的 不是说我 看到了这个项目 我就有思路 不 一样的 就记住了 在这个PBL面前 说实话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大人 还是孩子 我们都一样 包括我们老师 都一样 我们之前也没有 经过这样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 也是应试教育 也是传统教育 一样的 那么还有我在 跟AI交流的时候 他才给了一个 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立体的了 那立体你能想到什么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要底下 做一个底座 起码让它支撑起来 然后再做一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竖着的这个中轴 对不对 然后依然太阳是中间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 在边上去做一些 这样的球 所谓的 然后大小啊 然后颜色呀 包括它的直径 直径就是 它跟太阳的这个 这个距离 这个我等一下 也可以把平面的 以及立体的 我找几张图片 然后发到咱们群里 就是我想说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 然后也要多跟AI交流 我其实今天 我只是大概的 把小学初中高中的 今天的这个 昨天晚上的那个项目 然后我就去 遛了一遍 我第一看 对不对 我有的不懂 我就是去跟 呃我们特子老师 做的这个数字人 去交流 就是这个数字人 真的是特别好 大家一定要去跟他 就是去这个这个交流啊 交流的时候 呃你可以直接用这个中文 中文是不是直接按 A enter键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把你的问题啊 还有一点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要来线下 或者说你如果在线上的话 你一定要去买一个 咱们夏令营当时给大家买的这个我们的AI鼠标 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高效 对不对 你直接可以打你想要说的那个项目的题目 对不对 就可以跟他说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思路 你需要结合他的思路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去落地 对吧 这个球怎么沾 或者说是放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你 你去呃 做这个的时候 他的长度直径如何 哎 都需要我们手动来完成 对吧 如果是你在家 可能是你跟你的妈妈 或者是你的爸爸 或者是你的弟弟 都可以 就是一起把这个完成 然后还有刚才老师也说到 这个关于英语学习啊 然后我也是呃 因为老师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英语学习是 他的一个复产物 复产物是我们学会了英语 我们交流非常的流利 这个是复产物 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 那么我们主要是什么 其实是老师之所以 让大家去练习英语 是为了开吐 那个所谓的就是 那叫思维吧 就相当于你有两套思维系统 一套呢是中文系统 一套呢是英文系统 而且是可以自由切换的 这个才是我们最主要的 那个目的 然后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然后我在今天的过程当中 呃反正第一我 我自己去这个这个实践哈 因为其实每天四个小时 我说实话 呃 在线下啊 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我今天我觉得 我已经算是就是尽力去听了哈 虽然我听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第一我的确是对这种宇宙的知识 我可能感兴趣一些 所以我看的时候就还挺相对投入哈 然后我我看了一遍 我只要是就是说今天老大爷在问我说 比我是听的 就是看了一遍 我就开始换成英文字幕还是怎么样 不是这样是你先要去总这个的意思 如果说你一遍没有懂那么第二遍也去看 就是先总大概这个纪录片也好 或者甚至动画片也好 他讲了什么样的意思 你能走能提起你的兴趣 啊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就是啊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吧 我可能想高效率一些 我会怎么做啊 我今天的做法就是 因为我今天才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的这个纪录片 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英语啊 或者是汉字 我的确我觉得他的闪动特别快 那么我就会再照回几秒 然后这样 那可能他比如说那个应该是42分钟对吧 那我可能听完一遍的时间 大概是四五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我觉得相对也是高效率的 你们也可以尝试这样的方式去听 包括老师是不是在群里 建议了一些你们喜欢的动画片呢 或者是电视剧啊 对不对 很经典的这些也可以 但是坚持的就是 不能说比如说这个看了一集 然后又跳到那个 不是啊 就是一个 比如说你选定了这个动画片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好 很多时候我们吧 就是看完了一集 这集你就觉得懂什么内容了 你就不太想去再看了 很正常我也这样 对吧 然后我们就尽量去多看 一集 你懂意思以后 然后去听 听的时候 不用非得听懂 就包括我今天刚好去做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戴上耳机 其实之前我也不会这样做啊 然后我今天就想着 我今天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我看我怎么样能 先去完成这四个小时 先让的人 你的第一目标是 先怎么样去完成两小时 你甭管你听懂 没听懂 但是要听 对吧 所以我做饭的时候就在听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看不到屏幕嘛 对不对 我也兴奔的 可能能听懂一些单词 那么我就跟着可能会读一下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读的是对还是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是耳朵听到了什么 你的嘴巴就读什么 其实这个就像 是不是有点像 很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婴儿 跟着妈妈 爸爸那种 其实孩子哪听懂 妈妈爸爸说了啥呀 鸡里咕鸡里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慢慢的在那个环境里面 妈妈说 爸爸说 然后孩子就会了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英语的方式 其实是最本源的那种 婴儿学习语言的方式 他其实老是说 就是线下好好的 每天四个小时半年 是真的能达成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在英语这方面 然后我也会尽量来 督促大家 然后刚才的那个 关于我们小学的那块的作业 然后我也就 我今天刚好也去操作 还有就是 那个初中的高中的 其实我仍然建议大家去看 哪怕说 你没有精力和时间去 把这个项目落地 没有关系 就是你没有 没有精力和时间 去把那个落地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在哪 比如说 我今天在跟老大 就探讨这个 这个初中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一些 所谓的软件 对不对 那我就把那个软件下载了 一个叫什么 什么Stella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下载以后 你知道吗 它里面其实就已经 形成了一个 特别棒的 哎呦 我 我 就是特 我是不是可以 给大家展示一下老师 可以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啊 你共享屏幕的时候 给大家 我专门 我刚才是手机登录的 然后 我就想给大家展示 所以我可能就 哎现在是 现在是能看到屏幕 嗯 能看到 对不起 嗯 好 首先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 我没有看到 我今天就是老大说 他想做初中的嘛 对不对 那我就开始研究初中的 好 第一个就是这个 他叫 Stellarium 然后呢 那我就把它 呃 还没看到 对 在谷歌里面 然后去下载下来了 哦 现在有了 嗯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有个之后啊 好了 嗯 我的这个怎么已经 OK 他就玩晕得很 他就玩晕得很 我的刚才可能被我给调了 然后现在的那个那个初始状态 就没有特别好 我我简单跟大家说就是他在他在即使那个项目没有落地 没有手动去完成 里面说的比如说要下载什么软件去看呢 你们一定要去看 我的这个目前可能被我刚才不知道怎么调了 但实际上他的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你拉近了以后啊 是是水星是是水星是是木星就是都可以看得到 我当时应该就看 嗯 现在就不好看了之前是很漂亮的 你看这个是月球 没关系哈 我只是抛砖引玉 我的意思就是跟大家说 呃 初中的高中的要不要去看 要不要去跟AI 去去去互动 都要啊 你们有时间和精力即使不能把它落地了 但是要去 不是 这个就是说你看我我现在鼠标是在放大 对不对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太阳 还看到了看到了大角星是不是 你看我就可以继续放大 然后他就会把大角星放出来 之前我今天白天看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太阳啊 我的月亮啊 我觉得特别好 这是第一个 这是在初中里面 他所说的这个软件哈 叫什么是刚才S开头的这个哈 然后紧接着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呃 我今天还下载了一个 就是他说在谷歌地图里面 但实际上 那一个 对叫Google sky Google sky啊 然后呢 我刚才啊 也进来了 你看他就会 呃 Google sky 你们按照 教程啊 去找 其实什么叫PBL 就是你找到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你想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可能中间会有困难 对吧 那么你看如何把这个一个一个功课 比如说我现在我从Google 呃 Sky 然后找到了这个Google sky 里面的map 然后map我又把这个图层打开 然后打到了这个这个地球的视角 所以就会显示刚 就会出现水星金星地球 包括水星 是不是距太阳最近的行星 就是这些马上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就是我觉得这样探索的方式 其实我也呃 我是对宇宙稍微感兴趣 但是对什么星什么星 没有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我先点金星啊 哎 他就会马上变成金星 那么你们看金星是什么颜色的 对吧 你是不是就能非常直观地知道他什么颜色 对吧 然后包括呃 他这边也会写距太阳第三镜的行星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我们没有时间去把这些项目落地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去看里面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软件 我们要去下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 我看了就是包括下载刚才这个桌面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挺挺 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精细度很高 一个精细度很高的东西 他的那个内存什么占的量就挺高 所以的确是需要大家有一台相对配合的 鼠标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探讨 然后一起去 呃 那个东西一定要看懂 就是大概能走 百分之七八十你知道他在大概在说什么 对吧 你看完了 第二点就是听 听够时间 然后呢 听的时候嘴巴也别闲着 就是你手该干什么 其实还干什么事 但是嘴巴也不要闲着 能能蹦几个单子 你就蹦几个嘛 就跟就跟模仿一样 或者是或者是听歌一样 就是我也是 我就跟他嘟囔嘛 就是跟自然自语的那种嘟囔的那种感觉 好吧 然后我就说到这 我看看怎么退出关子 好了 好了老师 好嘞 谢谢小货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应用啊 太好了 对 那个谷歌地图和谷歌sky 这是谷歌专门做出来的 也是为了帮助全世界的学生来学习的啊 那关于谷歌地图本身也有一些 比方Google Earth和Google Sky 这两个应用非常的好啊 回头我们再去讨论这点 然后刚才那个Stella那个东西 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行星 比如说当你从最近的水星来看太阳和通过水星回过头来看地球 或者反过来从太阳的角度来看这些行星 或者再从一个角度换一个火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希望咱们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把你的感觉带进去 就是说你想象你现在就站在这个火星上面啊 假设你有了一个无敌的防护罩啊 你可以不说任何伤害的 你站在火星上 你静静的从火星上回望这个地球 或者是你站在一个月球上 或者是站在这个彗星上 从彗星的角度再来看地球 你从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洞见 就是大家要把自己的感觉带进去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尝试一下 换不同的感觉 对 小灰你的意思是 你刚才发了个字 就是我把这个昨天的整个音频放下来了 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单独去听 然后视频大家已经有了嘛 反正大家可以在B站上可以随时打开挂着这听 对 然后如果今天前面15分钟的这个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就只听前面15分钟 我们今天重点就做15分钟 然后把这个项目做出来 对 明天我们再去学后面的 他这个第一集里 他有很多个主题 那这一节的主题呢 就是我前面强调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对尺度要有个概念 对厘米毫米 公这个米公里啊 一公里有多多远啊 然后一千米啊 然后几千里啊 然后一光年啊等等 这些都是你尺度的概念 对 然后还有个概念就是无边和无限的概念啊 无边不等于无限啊 对 这里面啊 一些呃 思想啊 大家要去领悟 对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刚才小火老师也分享的非常好啊 大家在群里呢 有时间呢 就是呃 如果能方便的话啊 就跟大家多互动 嗯 对 一些问题啊 对 一些都可以跟数字人互动啊 是的 嗯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啊 因为我们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啊 我们前几次的课程还会长一些 对 我们后面的更多的关注在项目啊 以后大家在项目当中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项目里头 而不是这种 就是一个老师讲大家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好 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先到这结束了 那看看其他老师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对 元启和兔子那边 呃 能听见吗 能听到 能听到 就是呃 我刚才听到小慧分享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超好的 呃 因为因为我们里面的就是纪录片 然后再根据里面的那个练习 然后啊我们下载新的软件 然后去做 其实这不知不觉就训练我们 就是啊 就是之后成为一个完整的 一个更优秀的人 他必备的技能嘛 就是啊 遇到问题他不会害怕 然后会去解决 然后去去看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学习 就是他他是在学习一种学习模式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特别好 只要掌握了这个模式 以后学什么都都很容易的 好 对 就像兔子老师的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种 不怕学新东西啊 不为难 然后去找工具来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做项目中 肯定遇到各种工具 我们就去用它 我们去寻找它 然后不会的话就问AI 对 这样的能力啊 大家我们记住 我们学习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学习这个知识本身啊 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结束吧 老师老师老大想分享一下 好嘞 好嘞 太好了 老大来 开麦 开视频更好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爱情 来视频打开让我们看看 我给你啊 对 其实我就是想 跟他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关于视频 他们不是讲太无聊了吗 其实昨天我看这个视频 其实我也没办法定下心来去看 就我感觉也是挺枯燥无味的 我说我看了也就看了一遍多一点 我就困了不行了 然后我也在想我说我一直盯着看了 对吧 但是呢今天呢 我调整了一下 就是我一直在专注去看 然后不懂的话 我就在思考 他讲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个啥呀 包括他其中查的那些小短话啊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你要是认真去想的话 其实宇宙这么大 咱活在那小小的地球里边 你说说 是不是太渺小了 咱是不是要多去是吧 探索探索宇宙 那多有意思啊 对不对 多去看 我现在就感觉慢慢的也有那种感觉 就是怎么讲呢 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视频 也不是特别的无聊了 对 昨天的确是觉得很无聊很无聊 我看了我眼 我眼花缭乱的 但是今天就慢慢就可以 静下心来去看这些东西 反正 怎么讲呢 你要是真的就是觉得这个有意思 那你就像小慧说的 那你就 就会去看 就会很 很专注的去看 但是如果说 你的确就是你半分精力 打不到这上面 那你怎么看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还是看自己吧 到底是否是真正的想要去搞这些东西 去学习啊 这个 元宇宙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需要你个人愿意太行 OK吧 那就这些 再分享一下 太好了 安装那个 可不得过手 搜索的那个 AI搜索工具 你说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谷歌插件是吗 嗯 嗯 就是那个说实话 昨天那个 啊 谷歌还是360 然后今天我自个儿导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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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360也给搞没了 其实就是啊怎么讲呢 也是自己研究吧 昨天 嗯 兔子也是来这边 我俩一起导我 然后把那个什么什么鲁大师啊什么关于360全删了 但是呢 这个谷歌呢 它依旧还是360的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今天我就在想 我反正就是因为小贺提醒我说要下这些软件 然后呢 我就自己导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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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啊有些导我的一些东西我就会觉得特别麻烦 包括今天我在搞之前我也是觉得很麻烦 我说哎我怎么都在那个程序里边把这些360的东西全删了 为什么我的谷歌还是会有360这个店面啊 我都有在想我说把这个谷歌删了重新下 但是呢 我又想想我说 哎我再试一下 然后呢 我就哎给他恢复过来了 然后我就把那些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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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看了麦克老师分那个分享的那个 链接吧 嗯啊 小贺在寻觅发了那个 就哎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软件我不会说啊 但是那个软件还挺厉害的 然后就是里边包含了什么 Ted GPT 4O 然后呢 Cloud 3.5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就会很全能很全能这个东西 你就是你想做一个任何一个东西啊 你从零开始你都可以依靠这个学到 包括说那个视频上那个博主讲的说啊 我要整的什么汽车什么产业啊 什么什么啊 有什么需要必须了解的知识有关方面的东西啊 那他都会给你去推荐 而且他说上面最好用英文啊 这个东西也是说反正你用语练好了啊 这东西都可以 怎么样能让你快速的把东西转用来 都可以用来插件啊 对那个还有个插件啊 啊就是也是一个啊 谷歌里头的 啊沉浸式翻译啊 那个东西反正我还是没往 我是用的这个鼓标翻译的 对对对 OK了 拜拜 太好了 老大分享的太棒了 确实是啊 这两个就是神器啊 就是对我们也都在用它啊 就是你找不到的资源 如果这里头再找不到 基本上就找不到了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还在给这个小伙伴 准备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 一些内容啊 就是比如说摘到最新的一个 一个电影叫十字路口的猪啊 这四路猪是今年六月份 刚上映的一个啊 正在这个这个这个上 他是那个宗萨任伯切 拍的电影啊 宗萨就是那个啊 就是这个比较 对比较活跃的一个 这个这个通透的 活得比较通透的一个出家人 但是呢他去用路式的方法来宣扬 这样的一个宣传一些这个啊 一些这个这个思想吧啊 而这里头呢 哎就是这个 然后当时我就先找这个资源 找不到啊 很难找 你知道我也是这个搜索的这个高手啊 也很难找到这些好的资源 哎结果呢 我就哎在这上头 就是一找就找到了啊 人家就三下五出来 就两秒钟就全给你找出来了啊 对我这举这个小例子啊 我们每天都在用啊 大家也要用起来啊 基本上你所有能 你只要想找点东西 你就直接在这弄 然后呢 你就把它变成你的这个 浏览器的这么一个插件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好一点啊 看能不能看到啊 这个 大家分享一下 能看到 大家能看到这个桌面吧 哎 对 这时候呢 当你想搜 的时候呢 对你就直接在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输入框里头啊 你在这里头 你像平常你不是得输网址啊 啥的 这时候你不用输啊 你也不用进入任何的搜索引擎啊 你都不选 直接输十足口的猪下载 他直接就告诉你从哪里下载啊 对 看连网盘的资料他都能找到啊 然后腾讯 那最终下载的是在哪下的 这前面几个都被和谐了 因为你知道这因为是一道版权的问题啊 都被和谐了 看不了 对最终能够看的就是B站里面的这个链接里面 哎 4K高清盘 哎 你去点进去 他账号有一个啊 可以下载的 对 老师你到时候把他分享出来 对对对对 中下人波器的一个点 对啊 然后你可以去 探索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工具啊 那这工具怎么 刚才那个我已经发了链接在群里了 大家都知道 它是在你这个谷歌浏览器的 对在插件里头 你看了吗 你去插件里头 你用了一个这个啊 这个插件 看到了吗 就我鼠标线点的这个 Propelicity这个插件 Propelicity就是这个关键 这个沉浸是英语学习 这个这个插件也不用说了 这些都常用的 那这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也很好用啊 这个谷歌的这个翻译 这个这个功能 这个就当你看任何的 这个英文的谷歌 而不是谷歌了 就油管里的内容 它都可以给你翻译成这个双语字幕啊 自动自动翻译双语字幕 就是它原来没有字幕的 你都可以把它带中文字幕的 我还有一个插件 可以直接让它说中文 就是你如果连字幕也不想看 让它直接说中文也可以啊 它插件点之后 它就直接说中文了啊 它就用一个中文在给你讲视频啊 虽然内容还是人家的内容 好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吧 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啊 大家要多用这些工具啊 我们会在学习中不断的穿插这种小工具的使用 对不是作为一个重点啊 但是会时不时长的会穿插进去啊 这两个工具大家就用上就行了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短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嗯因为很多小伙伴可能还在上着平常的学校的学 还要写作业 还有很多的时间啊 我们尽量不占有大家太多时间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